評判 評判 各位同學 各位來賓 歡迎來到香港中文大學 今天是2011年度大專辯論賽最後一場初賽 今天的辯題是 本港中學直接資助計劃 利多於弊 在介紹辯言之前 我們首先介紹今天的評判 我們很高興今天能夠請到 嶺南大學政治學系授課講師 何家琦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師 李慶瑜老師 以及香港科技大學 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 蘇耀昌教授 很多謝三位評判今天在八忙之中 抽空出席為我們擔任評分的工作 謝謝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今天 正反雙方的辯言 正方香港樹人大學 主辯楊嘉莉同學 主辯楊嘉莉同學 第一副辯陳寶如同學 而第二副辯是林家平同學 最後結辯是羅麗奇同學 適應反方的是香港教育學院 主辯歐陽永恩同學 一副李埃林同學 二副顏見倫同學 結辯周圍林景佳同學 接著將會宣讀財規 比賽進行的時候 嚴禁台上的辯論員 與台下以文字、圖片、語言或任何方式 進行任何溝通 為者可以被取消資格 一切發言應以粵語進行為人名及書名 可以使用外語 任何台上或台下的發言 不得作人生攻擊或誹謗 各辯論員發言時間 完結前的一分鐘 計事員將會名中一次 以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之前 計事員將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已辯論員應 進促總結期延遲 在法定時間終止之後的15秒過後 計事員將會連續按鐘數下 而該名辯論員將會被扣分 扣分制度如下 15秒過後 每與時5秒 該位辯論員將會被扣5分 如此類推 不足5秒者 亦作5秒計 各辯論員 需於計事員名中之後 才可以開始發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呢? 沒問題的話 立即開始試咪的環節 首先有請正方主辯 楊嘉莉同學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首先我更代表我方 香港樹人大學 多謝三位評判 在白忙之中 勃勇出席今天的辯論比賽 擔任評分的工作 還很多謝剛才 因為一些比賽上的言語 都要評判等待一會兒 也很多謝中大的同學 說我們準備這麼舒適的場地 等這場比賽可以順利進行 最後 正如剛才的主席所說 今天是大專辯論界初賽的最後一場 閉幕禮 但相信憑著我們今個禮拜的努力 和各位台上台下隊友的支持 這一場將不會是樹人 在今屆辯論賽的閉幕禮 多謝各位 謝謝楊同學 跟著有請反方主辯 歐陽榮銀同學 主席評判 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更代表我方 香港教育學院 多謝三位評判 在白忙之中出席今次的比賽 並且擔任評分的工作 另外也很感謝中大的同學 為我們安排了一個 這麼大這麼舒適的比賽場地作賽 另外也很感謝 友方樹人大學的同學 跟我們切磋便記 最後也很感謝我們的隊友 在這七日以來 這麼辛苦 跟我們準備這一場比賽 好像剛才友方主辯這樣說 這一場比賽 是大專杯初賽的廢幕禮 也都像主席剛才這樣說 原來這幾個三隊的隊伍 已經出線可以去這個準決賽 也意味著這場比賽的結果 影響著很多間院校 能夠出線的機會 所以這場比賽 憤外緊張 不過無論如何 今天是友方樹人大學贏 還是友方香港教育學院勝出 都不會影響這場比賽的 一些精彩的表現 為大家呈現一場精彩的辯論比賽 多謝各位 謝謝歐陽同學 接下來有請正方一父 陳寶如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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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有請反方一副李開林同學出來試一試麥克風 各位大家好,首先希望在試麥克風的環節 履行我的一個承諾就是想說回教育學院辯論隊的師兄 真的很好,他經常回來和我們預備變題 回來看我們的模擬比賽 還要今天特意出來看我們的比賽 所以我們的師兄和我們的師姐是一樣都很好 其次就是正如剛才很多人都說過 今天是初賽的最後一場 有機會可能是閉幕禮或者不知道 教育學院今年是打完大專杯之後就會轉裝 我都很清楚明白 可能我是一個史上最不稱職的副隊長 但今天都很希望用副隊長的身分和大家說一句 記住我們的目標、記住我們的期望 相信我們做得到 多謝各位 謝謝李同學 接下來有請正方義父林家平同學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早兩天我和我的補習學生補習 我就和他補中文的 他就和我說 我希望在未來的文憑市裏拿五星級 然後我突然醒覺 原來我們以前在會考裡面拿A的 現在就叫做五星級 其實我覺得這個名字很特別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五星級去形容一些最好的東西 例如是五星級的酒店 五星級的家 其實我覺得五星級都很適合形容今天 首先我們今天有五星級的場地 我們有五星級的對手、教員的同學 我們有五星級的評判 其實更加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我有五星級的隊友 也都有五星級的辯論員 一起在台上和我一起打這場比賽 希望我們今天台上八個辯論員 都可以打... 哈哈,不好意思 希望今天我們八個辯論員 都可以打出五星級的比賽 多謝各位 謝謝林同學 希望大家有一個五星級的主席 接下來有請教員的顏見倫同學 我想掌聲是給主席的 好嗎? 謝謝 大家好 快就畢業了 我想了很多事情 今天見到蘇教授 其實他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 不過我第一場帶專輩 三年多前 就是蘇教授其中一位評判 今天覺得很特別 不過呢 今天都見到老對手 有時候在這場比賽 尤其是教授很特別 因為教授已經四年了 有時候打了這麼長時間 你發覺 跟你... 即是同駕進來的那些 走完你自己還在 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呢 很幸運的是 樹人都是四年的 今天還見到老對手 其實如果沒有老對手 其實那種感覺很失落 今天很慶幸 那些對手都還是 由我們同一架 一起進來 一起打三個杯 一起成長 雖然都不是很熟 其實 但是都見到 都有一種親切感在這裡 不過很可惜的是什麼呢 今天呢 剛才主辯 反方的主辯說 今天不會是樹人 最後一場比賽 不可能了 因為今天出線的 一定是 香港教育學院辯論隊 多謝各位 謝謝顏同學 依照發言次序 首先有請林景佳同學 出來試咪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相信戰鼓都響起了不少 準備都要有一場龍珍虎鬥 的確 見到很多老朋友 見到很多老對手 在這個會場上 是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曾經何時 自己第一次打大專比賽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很陌生 對於場地很陌生 對於這支咪式很陌生 怎麼教都不太懂 見到一些很陌生的院校 見到一些很陌生的對手 但今天來到這裏 自己經歷了一段的時間 見到很多 曾想回很多以前見過的事情 見到很多以前見過的事情 但是都沒有他 因為我覺得辯論員 又不需要太過感觸 沒有需要說 蓋坦這個 是不是最後一場比賽 蓋坦這個 會不會自己辯論的生涯結束 因為始終辯論不會完的 因為始終都是你自己 人生裡面 經常都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那最後 都是老土的一句 希望 待會是一場 精彩的辯論比賽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林同學 最後有請羅麗奇同學出來試米 謝謝 還有各位 大家好 其實史米古來到這裏 真的很緊張 尤其是前面那幾位 演員都說到 今天真的要打出 你生 我生你死 其實 比賽或者所有運動比賽 其實都會一樣 很多時候都說 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但是今天雙方都 這麼脈絡滾骨 這麼緊張的時候 我相信都很難做到這一句了 不過說到這裏 都想說一些輕鬆的話題 不知道最近幾個禮拜 大家有沒有留意一個遊戲節目 叫按錢呢? 其實這個禮拜 大家都可能很想按錢 不過按誰呢 按曾俊華 大家都知道 這個禮拜 他出了財政預算案 大家很想在他身上按錢 但是呢 可能結果就比較失望了 我們都拿不到 可能比較利民紓困的 等等的措施 但是作為一個 還要是一個 我還沒有強制金戶口的人 其實那六千元 還要下不了我袋 我都真的挺激氣的 我唯有希望 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聲 其實我 意見呢 有時候都不真的要流鬍的 也都未必要留言 但希望我 不用流眼淚 曾俊華才會聽我說話 謝謝各位 謝謝羅同學 火藥味很濃 大專輩 最後一場初賽 正式開始 先請正方的主編 沒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可以向計時員示意 謝謝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 面對香港需要多元知識的人才 我們的教育制度 無論教學模式 還是學校類型 都要趨向多樣化 但可惜以往採用的 統一性制度 由港府主導學校的發展方針 就未能達到這個目標了 所以政府在80年代就開始改革 建議學校要有獨特的辦學理念和模式 其實不少辦學團體都明白不能夠一成不變 但很可惜 正如教統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指出 當時的中學只有兩種辦學模式 一是受政府資助的官津學校 二是受財政獨立的資助私立學校 受辦學模式的限制 他們都無法按照自己的理念作出變更 好像官津一樣 就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預缺乏彈性 而私立就因為資源不足 而難以付諸實行 造成有學校想變無得變 可以改又改不到的情況 所以為了令到學校 能夠選擇到合適的辦學模式 政府在88年就倡議 推行直接資助計劃 也就是容許學校在教學 自然調配、管理和錄取學生 四方面享有靈活性 例如學校可以自缺課程和語言 也可以彈性運用政府 按學生人數計算的一不過撥款 管理上更無需經過繁複的申請 而收生更加不會受到派位限制 所以在91年已經有私立中學轉為直資 02年更加有津貼學校加入計劃 時至今日已經發展到有62間 佔全港中學12% 其實要成為直資的中學 必須由非牟利的辦學團體向政府申請 經過設施、施資和財政的審批 同時要簽訂辦學承諾書、立名學費上限 和至少要將學費的10% 撥作學費減免和獎學金的條件 事實上直資的中學和其他學校都一樣 要遵守教育條例和有關的指引 更加要接受一次五年一次的質素評鑑 而公眾亦都可以作出監管 向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投訴 如果發現違規 教育局有權停發津貼 令它喪失直資的中學資格 所以如果今日本港中學直接資助計劃 能夠令教育更多元化 便提就應成立了 而計劃推行了二十幾年以來 對學校的紅學生都帶來利處 第一,對於學校 就是可以配合理念、發展特色 直資所帶來的彈性 令學校可以按照發展方向提升質素 例如九龍利馬鬥書院以發展創意為目標 就額外開設智能機械人和設計課程 又調整上課的時間 令學生有更多參與課活動的空間 而部分學校更加可以跳出政府的限制 尋找適合的生存空間 例如是如果收生不足 就算質素再好都要面臨殺效 但轉了做直資就好像孔勝堂中學 可以實施小班教學 延續它的理念 令教育制度百花齊放 第二,對於學生 就是切合需要,恩財施教 面對學生不同的需要 直資可以迅速回應 做到適切的教育 現時學校向政府申請設施項目 一般至少都要三個月 而直資學校則好像講清基信書院一樣 引致學生需要發展體育 就隨即安排運動場等等的設施 作出配合 還會因應學生的應援能力 聘請四成的外籍老師配合需要 此外,因為直資可以不參與按地區分配的 同一派位機制 就令到學生和家長都可以不受區域限制 從而選擇到更適合的學校 最後想問回有方同學 今天是不是要教育開道頭車回歸單一化呢? 多謝各位 謝謝正方主編 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4分01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主編歐陽永恩同學 同樣你的發言時間將會有4分鐘 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 主席評判組合的各位,大家好 有方來列了兩個利處 但這些利處的受惠者 都只是直資學校和直資學校的學生 教育界是否只有直資學校呢? 是否直資學校和學生受到優待 就叫對整個教育界帶來利處呢? 今天我們審視一個政策利弊 應該更加宏觀的 因此,今天我方會從這個政策三個元素 探討直資計劃究竟在現實上 在制度上和理念上 究竟對學生、對學校 以至整個教育界帶來什麼利處 第一,在現實層面上 直資學校失去教育專業自缺 直資計劃的其中一個特色 是以收生數目決定這個資助金額 而同時享有各方面的自主性 由於學校的營運資金多寡 取決於收生的人數 對於一些收生能力較弱的直資學校 有需要切發滿足市場需求 保障收入來源 就好像一間 以第三組別學生為主的大埔三育中學 大部分的學生 都不能以英文作為學習語言 但為了收生 直資學校就利用 有方同學所說的 彈性和自主性 去開辦英文班 吸引家長為子女報道 就不會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許惠天都指出 直資學校調整教學語言 不能夠排除的是為了收生 今天有方同學口口聲聲 就說為這些學生帶來利處 但是不是直資學校多了這些彈性 就可以枉顧了學生的學習需要呢 第二 第二 在制度層面上 令基層學生選擇更少 直資計劃的第二個特點 就是直資學校 既得到政府的資助同時 亦都容許學校收取學費 兩面亦都得到收入 但反觀觀進學校 只是得政府的資助 資源傾斜了去直資學校那邊 作為進校 實在難以和直資學校競爭 今天 就連保障局這個志願機構 都說想在20年之內 將屬下40間學校轉為直資 長遠而言 會令到觀進學校的數目和競爭力萎縮 令更多的觀進學校轉為直資學校 而辦學團體 亦都只會傾向於以直資的形式創辦生效 觀進學校轉為直資 即是意味著 原本免費的教育現在要收費了 學費成為了基層學生入讀的門檻 有方同學就可能說他們可以申請獎學金 但即使今天直資學校按照政府的要求 將學費的一成收入撥為獎學金 都要有10個能夠付得起全費的學生 才可以負擔到一個學生全面學費 直資的制度根本就不能夠 好像以前那樣保障到全部的學生 今日有方同學 是否容許一個關乎大眾利益的制度 只是偏向一小說人 而犧牲了大眾基層學生的利益呢? 第三,在理念上面 選拔學生趨向重視社經地位多於個人能力 令社會由職效主義趨向世襲主義 削弱社會階級流動性 直資計劃的第三個本質就是一種拉力 將資助學校由公立的體系 拉到直資的體系裡面 若然將校轉做直資 不但可以享受到百分百自行收身的權利 自行離定學費的幅度也都被大大提高 可以收取更加高昂的學費 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曾榮光也都認為 直資計劃的本質是為了津貼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創造條件 以前我考上呂拔 我可以憑我的能力 可以繼續爬上上流的社會 以知識去改變命運 但今天呂拔轉了做直資 要看的不是在我的成績表上面有幾多個甲等 而是要看我爸爸的銀行傳接那裡有幾多個零 這些是不是有方同學想要的教育生態呢 是不是他想推崇的社會價值呢 今天我方從三個層面分析都發現 直資計劃對學生對學校以至對社會都帶來弊處 便是理應不成立 多謝各位 謝謝歐陽同學 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7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接下來有請正方的第一副片陳寶如同學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計算示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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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評判 各位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的立場很簡單 其實他們從來都沒有反對過直資計劃 帶給學校更多的彈性 令到他們可以開到更多多元化的課程 但他們擔心將學校放入市場的機制下 其實他們就會覺得可能會出現一大堆的問題 但其實今天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問題呢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都有一個盲點 當他們不斷地說這個直資計劃出現很多的流弊的時候 但仍然都在說有很多學生爭著進去讀 那究竟今天這個計劃是好還是不好呢 如果不好的時候 為什麼又會有這麼多學生 這麼多家長仍然選擇去報讀這些學校呢 其實第一有方同學最擔心的就是 今天如果給這些學校有一些自主權的時候 如果他用一些自主權用得不好呢 就有問題了 他們舉出大埔三浴的例子 說他們是第三組別的學校 但我想問有方同學 第三組別的學校是否就不能開英文班呢 其實學校只要按照需要的時候 今天即使是觀衆 今天有這個教學微調這些方案 其實同樣地只要學校覺得適合的時候 都可以開設英文班、中文班、英文混雜班的時候 究竟為什麼不可以開英文班呢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今天一家學校要吸引學生 最需要的就是它的校風、私資、設施和課程 有方同學如果你說到這些學校開的課程、設施等等 全部都這麼不合用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仍然可以在這個市場生存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還在報讀這些學校呢 第二,有方同學其實擔心的是 這些學校當它有收費貴的時候 就可能會出現細雜製 會令到有很多貴族的學校出現 其實暗瓦底他們都是覺得 這些學校最後未必會收到一些 不會收到一些清貧的學生 但其實今天是不是這個直資制度 造就了有方同學所謂的一些細雜製 一些貴族學校呢 其實無論是觀衆、直資還是私立學校 其實他們只要做得好的時候 他們仍然都會有很多人報讀 他們收到這些家境好些的學生的比例 或者機會率就一定會高些 就可能會出現到有方同學口中所說 細雜製的機會了 但是大家都應該明白到 如果今天有方同學真的要去報讀女拔 而你的成績和品行 學校真的覺得沒有問題的時候 今天是不是真的用金錢去衡量呢 為什麼有方同學要指控這些學校 只是純粹看你的家境 而去收你這個學生呢 其實最終有方同學擔心的 都是覺得怕有學費的問題的時候 令到不是人人都可以讀這些學校 但是今天有方同學根本就是以偏概全的 我們審視直資學校有62家 其實他們的收費有高有低 甚至乎有免費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方同學說的那些問題呢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今天他們只是覺得有學費的時候 就會成為一個門檻 麻煩有方同學真的回答我 為什麼這些學校真的會這樣 這些學校真的會只是憑著學費 只是憑著家境而去收這些學生呢 其實今天我方主便問有方同學 教育是不是要由政府單一主導 有方同學不敢回答的 是因為他們明白呢 今天學校要有百花齊放 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學校都需要存在 而今天直資制度下 給一些學校就可以利用一些給觀眾大的彈性 以及給私校多的資源 去實踐他們的辦學理念 就例如致力幫助南亞裔學生 融入社會的地利亞修女紀念校呢 就會撥大量的資源 開發一些適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材 另外呢 明愛華德中書院校長呢 也都明白到 中學生呢 會處於一個抉擇升學 或者是就業的問題 所以今天他們都會開辦不同的課程 有方同學 為什麼這些利處你們會見不到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的發言時間為四分零七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的第一副面 李愛林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將會有四分鐘 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 請再看 謝謝 請小晟 主席評判 旭就個位大家好 聽完友方兩位辯元的演詞之後 發現今天友方同學 視野狹豔 今天他們說到直資有很多資源 可以扮很多多元化的課程 但这些利处在指向的是哪些人呢? 原来是指向一些有钱可以入读直资学校的学生 其实直资学校的学生只是占整个教育体制里面的六个百分比 今天有分同学充其量都只不过是能够证明 这六个百分比的学生多了资源可以享用 其余九成四的学生呢? 有分同学今天一概不理 其实今天我们审时变题的时候 很应该看回他们对我们整体的学生 对整个教育制度甚至对整个社会熟利熟利 其实今天有分同学担心 他担心什么呢? 担心教学模式单一化 担心扮学模式单一化 但扮学模式单一化等不等于资助单一化呢? 今天搞清楚 即使资助单一化 也不等于扮学模式一定会单一化 今天我们看到体艺中学 它也是一个津贴的中学 其实它一样是以学生体艺方面的发展为先 我们今天看到姓氏提反中学 在它转做直支之前 一样是有提供一些寄宿的地方给学生 为什么这些是一定要直支学校才可以享用呢? 今天有分同学有跟我们说 我们看到很多人入直支的 证明直支很好 他们很多人掌握着直支是什么的直支学校呢? 原来是一些以前是观中的中学 它变成直支 而这些观中的中学 在他们在观中的时期的时候 已经是建立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今天这个情况出现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这个情况出现意味着一些有地位 享负盛名的观中中学 由以前不用交学费就可以入 变成现在你付得起钱才可以入 这个问题有方同学是否见不到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 姓保罗男女中学收紧52元一年的学费 拔岁书院收紧4万元一年的学费 这些本来不用钱就可以入的观中 现在收取一个基层 根本没有办法可以给到的学费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弊多于你呢? 再者,今天有份同学说 直支学校里边 他喜欢开英文班就可以开的 因为他们看回他们的需要是怎么样 但今天有份同学不可以忽略的就是 原来观中学校开英文班 是需要有八成半的学生达到水平才可以开 但是直支学校呢?他不需要你 有份同学今天能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收紧第三组别的大埔三育中学 他积极地开英文班 他究竟有没有考虑到他的学生 能不能够接受英语教学呢? 其实香岛中学也是一间直支中学 校长坦然是因为要回应社会的需求 才开设两班英文班 但其实用英文教第三组别的学生 是不是真的对学生好? 第二就是为了取录更多的学生 直支学校会不会慢慢忘记了教育为主 市场为父的大原则 变得社本续末呢? 这些都是有方同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就是 其实有方同学今天最错的是什么呢? 有方同学今天最错的是 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教育 我们从来讲的教育都是清贫学生 可以脱贫 可以翻身的一个机会 是促成阶级流动的最佳途径 我们无论家境是怎样呢? 只要我们凭努力 努力读书成绩好 一样可以入读心意的学校 一样有出头天 但今天有方同学在唱语一个什么的机制呢? 他在唱语一个只有有钱人 才可以入读直支学校 才可以享用多元化的教学的一个体制的时候 有方同学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有志的穷小子 不可以入读他心意的中学 多谢各位 谢谢返方的一副 返方一副发言时间为4分11秒 无超前无需扣分 接着来轮到正方第二副片 林家平同学 你终于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事员思议 试咪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的立场很奇怪 首先他说 今天不是来的 会市场道向 他们的质素会很差的 老师会害些学生的 第二又跟我们说 不是来的 其实我们的学生很惨 进不了这些优质的学校的 有方同学 究竟觉得今天直资学校 是好还是不好呢 有方同学不如解答一下 更加重要的是 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今天这些学校 会引入市场道向 会害些学生 有方同学这些就是 质疑老师的专业自决 有方说 他们不如当 那些学校真的会这样做 大家试想一下 真的这样做的话 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其实香港教育关注社主席 张文兵都说 公开试的成绩 就好像一块照妖镜 那样反映一切 既然是这样 又怎样吸引家长 去帮子女报读这些学校呢 根本就是有方同学 对于直资有偏见 为什么直资作出的努力 就不是叫做专业自决 去到观春学校 就叫做专业自决呢 更加重要的是 有方同学很担心 觉得今天这些直资 会造成这个 是贵族化的学校 但我分一会 已经解释清楚 根本两者毫无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如果 如果真的有清贫学生 读不到这些直资学校 究竟是不是今天整个制度的问题呢 还是今天政府的一些 写福制度的问题呢 而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 黎维琴都说的 要确保清贫学生 能够读直资中学 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都见到 他和卢福局局长张建忠所说 要要求政府设立资助制度 有方同学今天是竹菜用神 还是混淆视听 更加重要的是 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其实今天观春都做到多元化了 我们见到姓氏提反 也有做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方已经说过 其实观春的弹性 根本就不及值之 值之可以开国际文贫史 可以根据自己学生的程度 去开一些适合他们语言的班 有方同学 哪有问回来 哪一家观春 可以请16个外籍教师 去教他们的学生呢 有方同学 这些理处 你是否真的做得到呢 有方同学 刚才我方一再问有方 是否要推翻整个直资中学的制度 是否要走回头路 单一化呢 有方同学 其实真的没有正面回答过 很明显有方同学都明白了 直资中学呢 对于学校 学生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学校方面呢 未有直资计划之前呢 学校在资源运用上呢 都有很多制爪 例如有起多格厕所 到请多个编制以外的外籍老师呢 都要经过重重的审批 在教学安排上 争取小班教学 选择适合的教学语言 更加是一个漫长的战争 在教育最前线的老师 和学校 即使见到学生 有这个急切需要 到外幕能助 学校想要多些弹性 可以 就要放弃稳定的资源 转去思考咯 但是今天直资的出现 就给非牟尼的学校 带来多一个选择 发挥回他们自己的教学理念 就如直资中学 保良高颜保宁中学的 康罗刺珍校长所说 他曾经在尊重那里做过副校长 他说中学未能尊重 不可以实践他的教学理念 在直资学校就能够开展了 就好像在他学校那样 实践多种语文的政策 有方同学 这些校长的心声 为什么你要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呢 今天正正就是学校有多一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的学生 亦都多一个选择 喜欢运动的学生 可以选择林大辉中学 对表演艺术有兴趣的学生 可以选招肖基 创意书卷 他们有专业水平的设施 他们的学生文杰说 学校可以给他一个充分的 发挥他的艺术天分 还说生平未试过那么开心 其实今天重点就是 给我们的教育界 给我们一个学生多一个选择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多一个选择 都是一件错事 多谢各位 请方第二副变发言时间为 4分12秒 没有超时无需求分 接着轮到 反方的第二副变 盐建伦同学 同样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可以向介绍员示意 大家好 非常诧异 有方同学引述李慧琼说 今天直支 贫国生进不了直支 是政府的责任 他觉得呢 这样就推翻了我方的立场 有方 就做个威林深一层 今天政府最大的责问是什么呢 就是创造了直支这个计划出来 就是创造了直支这个计划 创造了直支这个计划 令到清贫学生 进不了一些 他们原本进入的学校 有方同学今天 反击市场道向的论点是什么呢 他们说 喂 教师专业很硬正 站得很稳 我方今天引述了一些前线校长的说话 告诉大家 真是因为市场的力量 他们要开英文班 有方同学不信 陪正的校长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们不转 因为他们怕没有语教学 没有市场 我们今天问回家长 他们问他们 究竟英文教学好些 还是没有语教学好些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英文教好些 最奇怪的是 有方同学今天和大家说 有很多人报直支 那就是直支好 如果有方同学今天用着这个逻辑 这个就是赤裸裸的市场道向 有人报就等于好 那还不是市场大于专业 还是什么呢 其实有方同学一副反驳 说清贫学生进不了的时候 他们混淆了两个概念 第一是学校收学生 第二是学生家长报读学生 他们说学校是不会不收好学生的 当然啦 问题是如果你家里穷 你会不会去报呢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有方同学今天一直在偷换概念 那当然 静立不了这条辩题 有方同学今天忽视了 他们说直支制造了很多多元化的学校 我都不想跟你说 观众有多多元化 就算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这个选择 是哪一个的选择 是谁的选择 我们看到这个选择 只是由中上阶层的人有选择 低下阶层没有选择的时候 究竟这个选择的背后 是否公平 是否公义呢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计划 曾银江教授告诉大家 充满着拉力 此致要将津贴的中学 拉入直支 减轻政府的责任 有方同学不回应 我们看到这些津贴的学校 这么多年来累积着的社会资本 他们的人物 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文化传承 一点一滴 不是私营市场债要出来 是我们纳税人 公币一点一滴 支助出来 一下子透过直支 用这个拉力 拉入去私营市场 究竟他以后服务的对象 还会是什么人 还是否在座各位都可以承担得起呢 我们看到 今天有家长会的代表 告诉大家 有些直支的学生 因为他们家境突然间出现了问题 或者因为直支的学校交学费 读读一下中途都要转去直支 读读一下中途都要转去观众学校 用免费的教育 连读读一下的都要因为学费的问题 而转去观众 更何况的是未入读的那些 有方同学有没有想过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门栏呢 有方同学今天讲了很多 此是而非的论点 他们告诉大家 直支学校有多么多元化 反问有方同学一句 究竟用津贴的模式资助学校 单一化了资助模式 等不等于办学都单一化 我们看到香港这么多年历史以来 办学团体百花齐放 有宗教背景 没有宗教背景的什么都有 我们有体艺中学都是在做体育文化艺术的 我们看到董之英这几年 强化他们的足球 变成一对学界巴赛 什么模式都可以做到 其实最后面的问题 只是钱的问题 究竟用津贴的模式 是不是等于学校没有钱 今天他说孔胜堂 转用小班是因为直支 团体拿了1200万出去 今天我们看到沙田的五欲中学 他们自行囚募经款 用内部调配 一样做到小班教学 究竟为什么今天有方同学所说的 是来自直支的制度 而不是来自教师团队的决心呢 前几年呢 前两年有一套电影《岁月神偷》 里面李智庭的故事 说的是一个上进青年 为了改善家人生活的故事 我想问如果四十年之后 再有一套《岁月神偷》 究竟这还不是集体的回忆 多谢各位 谢谢返方的义父 返方义父 发言时间为四分十一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六位面课后呢 就会是台下发文的环节 台下发文的赛规如下 每间院校各有三次的台下发文机会 质询以及提问的对象 必须为对方的辩论员 台下发言者 无权要求哪一个人去作答 每位台下发文者 在发言时间为一分钟 在发定时间剩15秒的时候 计时员将会明钟一次 以事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在发定时间终止的时候 计时员将会明钟两下 事宜台上发文的同学 必须立即停止发文 如果不停止发文的话 主席有权终止其发言 任何一方在30秒里面 未能够派出代表作出台下发文的时候 当自动棄权论 台下发文的时候必须发文 否则发文一方无分 对方可以得该题之满分 如果有任何争议 以三位评判的意见为准 任何一方的台下发言 皆有一分钟的时间 作出回应 一分钟在法定时间15秒之前 将会响钟一次 以事辩论员需 尽速总结其演辞 在法定时间构钟的时候 将会连续明钟两次 以事该发言必须立即终止 如不终止其发言 主席有权终止其发言 请问双方的辩元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的时候 首先有请正方的台下发文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下来的时候请出示学生证 准备好可以向介绍员辞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日方同学今天一直在丑化着 直知中学修生标准的灵活性 说他们只会收有社经地位的学生 到底事实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每年学费6,000元的会资中学 和每年学费1,800元的八球书院 为了坚持人人可教的宗旨 刻意招收第三组别的学生 这些例子比比街市 到底当中有多少间 真的只是收有钱人呢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没有了直知中学 观尊僵化的制度 如何去照顾不同学生的需要呢 请有方同学正面回答 多谢各位 反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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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评则 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值资学校为了要多些收入 就必定会为利是图 做所有东西都是为了更多的学费 赚更多的钱 首先麻烦有方同学搞清楚 今天所有的值资中学 都是由非谋理机构去开办 也就是学费根本就不会入校长的袋 而是投放在学生的身上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家长为子女选学校 会看学校的水平是否合适的 如果学生读极都是成绩差 读极都要留班的时候 家长为什么会选那间学校呢 为什么会像有方同学说那样 会硬要子女去读英文班呢 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如果值资真的有方同学所说 这么为利是图的话 为什么学校只会看短期的利益 而放弃长期的收入呢 请有方同学正面回答 谢谢各位 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linear 請反方同學到台前答辯 各位第一次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好可惜的是有方同學今天把我方的立場推向極端 我方的立場一直是說,直資的制度令到市場力量入侵了學校 是不是入侵了學校就變成了學店呢?未必 但是不是入侵了呢?一定是 今天我們看到有很多直資中學用英文來做主要授課語言 那些是第二組別第三組別的學校 例如沙田區培基書院,深水埗的崇禎書院,馬安山的德順中學 修生一向都不是太好的 但是為什麼都要用英文呢? 好像我們剛才引述的校長說,因為市場有壓力 就是因為他們在市場上有號召力,所以就用了 很簡單的方同學說,直資不是謀利的,不是放入自己的袋子 我反問那方同學,他們有沒有收生壓力呢? 現在在講一個連政府的資助額,隨時有七萬八萬元的資源 如果你覺得他們是不用休閒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他們今天什麼都不用做,連多元化也不用搞了 他們堅持自己做進校這樣,多謝各位 接下來輪到反方第二輪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計辭員示意 主席、評判、著作,各位大家好 剛才友方的主編跟我們說 有助學金就會無損貧困學生入讀的機會 但義父出道理由跟我們說 如果貧困學生入讀不了直資,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到底今天貧困學生要入讀直資這個責任 是學校還是政府呢?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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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有請正方的同學答辯 好,現在有請正方的同學答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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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著作,各位 好多謝友方的台下發問 友方說我們今天是學校的責任 還是政府的責任 我很簡單地回答你 是政府的責任 今天就是社福的責任 社福政策的責任 好像我們今天大學生來做比喻 今天大學生其實我們每人每一年都要交幾萬元的學費 我們交不到學費 未必能讀到這些學校 是不是今天所有九間大學的責任呢? 所以今天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他們今天設立了這個資助藝制度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政府都限制這些直資中學 一定要撥出百分之十 拿來做獎載學金 更加重要的是有分堂學口中那些昂掛學校 更加要撥出百分之三十 有分堂學有沒有看清楚這些資料呢? 有分堂學今天口中所說 貧窮學生完全讀不到這些直資中學 是一個創的 更加重要的是 有分堂今天跟我們說 今天這些直資中學有一個市場壓力 就會有一個市場導向 不如問回有分堂學 觀眾今天沒有收身壓力嗎? 他們不怕被人殺效嗎? 今天有分堂學這些觀眾 是不是都不會市場化? 謝謝各位 謝謝正方的同學 第三輪的台下發問 先請正方的同學到台前發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主席評判就是各位 今天有分堂學跟我們說 收學費等同於有問題 但我們看回今天整個大學制度裏面 八家大專院校包括有分堂學校 都在收緊學費 裡面一樣有窮 有一些清貧的學生 如果今天收錢等於有問題 等於是錯的話 為什麼今天有分堂學 不反對整個大學制度呢? 究竟今天有分堂學 是對直資學校有偏見 還是對真正的問題視而不見呢? 請有分堂學正面回答 謝謝各位 請ANNA 有請范芳的同學 很感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不過奇怪的是 有方同學生來大學生 連大學資助跟直資資助分別在哪裡 我們在說大學的資助是政府包底的 從來沒有限額的 你沒有資助你還可以借錢 但現在直資的制度是什麼呢 他拿學費的百分之十出來 是多少呢?沒有人知道的 你拿不拿到還要學校定的 沒有包底的 下次拿完你就真的沒得拿 這個分別是否重要呢 真的未必有得拿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的是 我們在說直資的學校 不是跟大學一樣 他們原本是津貼學校 是不用錢的 現在你變成直資 你有直資 拉扯了他出去變成私營的學校 他變成收學費 我們一說是一個清貧的學生 一個家境不富裕的學生 本來他不用錢 讀了拔帥 讀了聖保羅 今天他有能力 都還要問他爸爸 究竟有沒有能力 究竟這個改變 是不是直資帶來的呢? 多謝各位 謝謝 最後有請反方的第三條台下發問 同樣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 嘗咪嘗咪嘗咪 嘗咪嘗咪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知道 現在的直資學校 不少都是由以前 傳統的津貼名校 轉成的 往日社會 投放了很多資源 在這些傳統名校裡面 令到他們的文化資本 人際網絡得以擴大 今天我們看看南拔的例子 他的校友每年捐款 數以千萬計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為什麼這些 由社會一點一滴 積累的公有財產 會由往日的成績去分配 變成了今天 又看成績 還要看家境呢? 多謝大家 還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正方的同学做最后一次的台下答辩 试咪试咪 很多次有方台下的台下发问 其实有方同学一直以来都承认 直支学校是为我们香港的市民 为我们香港的学生带来很多好处 他们只不过是担心一件事 有学费门楼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今天有奖助学金 他们都承认他们只是怕不够 会令到一班清贫的学生 可能不够那么多学生 所以其实今天政府也审视了这个问题 审计署 财委和帐委会 都已经建议政府 亦都和政府说这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今天你要开一个 是给直支学校的学生 可以申请的学费剪面计划 有方同学今天政府都已经见到 这个是他自己都需要负的责任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 纯粹是直支制度的责任呢 更加重要的是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也都明白到 今天只要有资源的时候 这些学校的确是比观众学校 可以调配得更快的 令到他们的课程 教师等等都可以更多元化 为什么不是一件好事呢 多谢各位 谢谢 台下发问之后 就是自由辩论的时间 自由辩论的蔡规如下 自由辩论 发言必须在两对之间交替进行 首先由正方的一名辩元发言 接着到反方 双方轮流发言 直至时间用尽 各队耗时累积计算 一方发言结束之后 立即开始另一方的计时 在总时限里面 各队员的发言次序 次数以及用时不限 如果一方用的时间已经用完的时候 另一方可以放弃发言 亦都可以轮流发言 直到时间用尽 放弃发言者不影响计分 每方均有2分30秒的时间 在法定时间完结前的1分钟 计时员将会明中一次 已时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在法定时间中止的时候 计时员将会连续按钟2次 事已辩论完 需立即中止发言 如果不停止发言的话 主席有权中止其发言 现在请双方同学先试一试米 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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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菜规以及器材都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先由正方开始自由辩论 今天是否只有观众最好 今天是否只有观众最好 有直支最不好 请问有方同学 究竟今天学费会不会成为清白学生入读的门楼 有方同学 不如正面地回答我 为什么今天有直支就是最不好 你们为什么今天觉得做观众最好 今天香港是否只有直支的学校 而没有观众的学校呢 不是啊 我就是说今天要百花齐放观众直支私校 我通通都要 究竟资助模式单一化 是否等于办学单一化 有方同学 请你正面回应 有方同学 如果你说资助模式不是单一化 都没问题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如果今天他要开新的课程 观众学校究竟要申请多久呢 不用申请立即开入课后做就可以了 有方同学 今天不是说你不用申请就可以立即开 面对着政府一大堆的審批程序 其实无论他要做些什么 这些观众学校都需要经过政府的审批 但今天直支的学校是怎样 原来他只要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开课程、建大楼 全部都可以立即调动资源 为什么这些不是给你们的更加弹性 我想问既然直支学校 是有方同学说得这么好的时候 为什么只是给得起钱的人才享有 有方同学 为什么只是给得起钱的人才有得读呢 有方同学 为什么只是给得起钱的人才有得读 是我方问你们 有方同学那不如你告诉我 究竟有哪一间学校是不收穷的学生呢 津贴学校不需要给学费 直支学校需要给学费 荷包不够钱 我想问有方同学怎么读 有方同学麻烦你回答我一次 究竟哪一间直支学校不收穷的学生 性保罗男女中学收紧五万二一年的学费 穷的学生怎么读 有方同学你知不知道 月入万五元以下的三民家庭 已经可以学费全面了 有方同学有没有提清楚资料 有方同学承不承认在现行制度下 十个交得起学费的学生 才有一个学生可以学费全面 这个事实 有方同学 学费全面是直支计划 要求学校都要负一定责任 而今天政府已经审视了一个情况 发现当学生入学校 必须要是他都要负一个责任 所以今天都已经说 会有学费減免的计划 麻烦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事 不如你告诉我 今天你已经承认了 有这么多多元化课程的时候 究竟今天直支除了学费之外 究竟有什么弊处 没有承认过 不要随便屈 不如想问有方同学 究竟他没有直支之前是 进校用不需要搞那么多东西才读到 有方同学 今天现在的学费 政府已经决定帮你解决了 不如你告诉我 除了你们口中可以解决的学费问题之外 还有什么问题未解决 就算我当你明天可以解决 过去的二十年都解决不了 有方同学 多少学生因为他们直支收学费而读不到 有方同学 请你回应 今天有家长因为学费问题 而子女被迫转校 有方同学 不如你直接举个例子 是哪间学校 更加要问有方同学 你知不知道 一间官军现在建一间厕所 要等多久 不需要等的 立即找个校工作 有方同学 今天现在的政府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八千元或以上的装修工程 全部都要审批 最起码都要等半年才可以审批 不如你告诉我 究竟有什么厕所 我要等半年才可以用 有方同学今天很荒谬 他们觉得一间学校 真的没有现金储备的 他一说八千元是事后 报销的 为什么一间学校没有现金储备 是什么都做不到 那这间学校怎么运作 怎么出粮的 有方同学更荒谬 刚才跟我们说 一个校工懂得起个厕所出来的 如果除了厕所之外 其他教育 直资学校或者资助学校 是不是真的没有分别呢 喂 现在有学者者君才中大教授 告诉大家 其实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分别 连中学概览里面 教大家选学校 都说其实直资和俊后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有方同学怎么回应呢 有方同学 那不如我问一下你 在你们眼中 属于第三组别的 地利亚修女学校 究竟他应不应该 真的开办一些 你们所说的英文课程呢 他应该去收那么多南亚药 当然应该 官军没有人收南亚药吗 我们看到很多指定的学校 都在收南亚药学生 为什么就是地利亚才能做到 但是有方同学 你没有看清楚一个现实的就是 地利亚修女这家学校 它现在正正就是成为 香港唯一一家学校 是以乌尔都语 就是他们本身的母语 去教授 去教授这些 南亚药学生的中文 正方的时间用了 乌尔都语根本一直 在会议课程都有 其实有间津贴学校 都可以教 为什么今天就是直资 才可以教 有方同我由始至终 都在混淆时听 他们讲所谓直资的多元化 完全和直资无关 只不过一家学校有钱 我们要问 是不是津贴模式 办学一定没有钱 不是 今天用办学团体资助 可以有钱 筹款也都可以有钱 为什么今天就是直资 才能做到有方同学的利处 有方同学从来没有解释 我们问学费问题 十个才供得起一个 有方同学不回应 因为有方同学忽视的是 今天的直资学校 很多都是由津贴转过去 原本不用给 现在要给 有方同学都竟然可以说 没有门栏 不理解 有方同学今天也不知道 有方同学的时间涌进 麻烦了双方的辩元 接下来将会有一分钟的预备总结时间 现在开始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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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转过去年 準備時間結束了 是時候聽雙方總結比賽 先請反方結辯 你會有4分30秒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計事員示意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的是一個怎樣的畫面 直資學校很好 裏面又有英語教師 裏面又可以開機械人的課程 但要問的一點是 究竟誰可以享用得到呢 今天有方同學其實由主變到自由變的推論很簡單 跟我們說 直資學校擁抱更多的資源 即是錢 於是他可以辦更優質的教學 但是呢 有個條件 就是你要入讀這間學校 你才能夠享用 如果因為學費問題 入讀不到 今天有方同學用了很多個方法去解答 例如他就說 他可以透過助學金解決到 又說其實這個是政府責任來的 但是其實現實 是不是真的好像有方同學所講 這麼完美的一個政策 可以擺在眼前呢 今天我方提出三大弊處 全部來自直資計劃自己的本質 今天我方提出按人頭之助 令到直資學校 趨向市場化 因為他要收更多的學生 今天有方同學給我們的回應是什麼呢 跟我們說 辦學團體有風骨 因為他們面對著市場壓力 半步不讓 但事實又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看到原本收緊二三組別的學校 變成直資 一夜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變成英中 我們看到今天市場追捧的英語教學 在津貼學校 在官立學校都已經買少見少的時候 一大堆新興的直資學校 全部都是標榜有英文班 為什麼這個不是證據證明著 教育已經趨向市場化呢 今天有分同學說 你不要說到它那麼差 市場化未必有問題 它裏面都不會危害學生 今天有分同學什麼態度 有人讀 裏面就沒有幣處 今天我們講的市場化 不是說學校裏面會放毒蛇去咬學生 如果真的有毒蛇咬學生 家長當然不會讀 問題是我們講的市場化 對於整個教育制度 對於教育專業自決的影響 今天我方提出第二個幣處 講學費會成為一個門檻 令到學生沒有辦法入讀 今天我方提出十個才能夠供一個 今天有分同學 有沒有回應過 今天有分同學 是不是夠膽跟大家講 十個能夠付興學費 而一個不能夠付興學費 這是一個常態呢 如果我是第十二個的時候 今天有分同學又怎麼解釋呢 我方提出第三個幣處 我們講的過去一些津貼學校 由公帑累積的社會資源 由始至終都是給大家分享 你跟我一樣可以拿得到 但今天變成直資學校的時候 我們要透過一個學費 一個門檻才有辦法享用 原本屬於大家的東西 今時今日流向中上階層 今天有分同學 從來沒有回應這個幣處 其實今天有分同學的利處 其實在哪個角度跟我們講呢 就是在中產 在上流社會的人跟我們講 但我們知道教育的目的 從來不是為一小撮人服務 今天那些直資學校的學生 的而且確有他的利處可以產生 但為何這些利處會成為專利呢 今天有分同學 講不過去就說 你沒得讀 那就要問政府拿錢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但政府的責任 是不是可以好像有分同學 這樣扭曲呢 今天政府自己製造一個怪胎出來 然後今天有分同學說 政府不是給錢收拾怪胎 如果這個是一個怪胎的時候 為什麼政府不一開始就沒有這個計劃呢 今天我們見到津貼學校 由始至終都做到有分同學所講的多元化 特色學校 只不過是權力未給到他們 如果今天我們希望整體教育好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應該給津貼學校 給大家都享用到多元化的教學呢 曾經何時呢 以前老人家會這樣跟小孩子說 孫仔小時候努力讀書 入一間好的小學 升一間好的中學 有機會找份好工 如果再有機會繼續讀上去 孫仔回到房門 繼續努力 準備下個禮拜密書 結局怎樣呢 看他自己做法 但今天老人家講完這番話 轉頭要跟爸爸講 跟兒子講 兒子你努力按錢 或者努力賺錢 想辦法投資 儲多些錢 因為今天學費很貴 如果他早有一天 孫仔密書一百分 爸爸何包沒有錢 進不了心兒的學校 沒辦法做到他自己希望 知識改變力量的時候 今天有方同學 怎麼解決 今天有方同學 如果切身處地 你是生活在清貧家庭的話 能不能夠理直氣壯再講一次 直肢計劃利大於弊 多謝各位 反方的結辯用時為4分41秒 沒有超時 無需求分 最後的最後 我們有請正方的結辯 同樣有4分半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計算事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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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妹 師妹 各位大家好 其實看回整場比賽 今天有方同學說來講去 都是說一個錢字 有方同學說 直肢學校禁學生錢 沒有錢沒有得讀 有方同學說 直肢學校禁社會錢 壓榨社會資源 既然有方同學那麼喜歡 直肢計劃 這裏禁那裁禁 就等我趁著結辯的環節 為大家上演 傳承最熱門的遊戲 按錢 大家可以拿出我們的遙控 遙控上面有四色掣 紅色代表教育團體和政府 藍色代表教師 黃色代表學生 綠色代表家長 到底直肢計劃 是不是對以上四方面 都是利大於弊呢 不如現在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不給你45秒 我們還有大量提示 只要答對了 這一萬元就是你的了 不如現在我們首先看看 在教學團體和政府方面 其實有了直肢之後 辦學團體就多了一個彈性 去判斥他們的教學理念 但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說 他們會變得市場化 會變得很邪惡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怎樣相信他們有風骨 今天不單止是 因為我們相信他們 好像有方同學那樣 是未來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相信他們有風骨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相信他們是一個非謀利團體 為什麼一個非謀利團體 會好像有方同學說得這麼邪惡呢 更加重要的是 在市場機制之下 靠競爭的是學生成績 為什麼又要用一些不適合的課程 去減低自己的競爭力 講到這裡 大家都會想 紅色這個按鈕 到底能不能按下去呢 按完紅色這個按鈕 可能有人按完 再看看藍色這個按鈕 其實學生正如少年 正如少年 老師 再看教師 正如少基創意書院的同學 跟我們說 讀直資真是有前所未有 那麼開心 但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且讀資助也可以那麼開心 但對比起以前讀資助 想要新的教學大樓 更難過贏禁錢這十萬 就算有得申請 都要下下等政府批 最後建成了 來到畢業有成了 相反 直資不用經過政府審批 雖然未必能夠做到三十分鐘批核 但起碼可以二十四小時過數 學生的需求得到那麼迅速的配合 作為學生的你 又會不會按反對的這個按鈕呢 沒有了沒有了 應該是最後一個按鈕 家長 也只是綠色 又是不是呢 其實家長多了一個選擇 不單自己可以不受地區的限制 選哪一間學校都可以 又有特別的科目給子女讀 自然舉腳贊成 但有方同學擔心 有人禁止錢 那些學生都讀不到 但是根本就不是這樣 辦直資的都是非謀利團體 用的收的一分一毫 都是用在學生身上 所以無論你住在深水埗 還是在香港島 你都一定讀得到 只要有才能 學校就會提供獎助學金給你 為什麼又好像有方同學這樣說 會剝削這些學生的機會呢 所以家長都放心 讓更多的子女讀這些大學 講完四個提示 我相信各位都可能會馬上喊 騙錢回水 因為以上四個都不是答案 四個持份者都支持這一條變題 所以問題就作廢了 中班教改幾十年 幾個主要政策 強行實施母語教學 未充分準備下 開通式課程 有哪一樣得到社會各方面的支持呢 我們看到直至這二十年間 愈來愈多學校參加 愈來愈多老師 能夠半切他們的教育理念 愈來愈多學生 可以發揮潛能 愈來愈多的家長 信心愈逆俱增 很明顯 直至帶來的 的確是日日開心 有 雖然我今天派不出這十萬 但是如果能夠開拓 學生人生平台的機會 今天還要十萬 送不出能夠維生生學展 開拓發展自我的平台 我相信更有意義 多謝各位 正方結辯所容時間為4分27秒 沒有過時 無需求分 經過一番爭辯 也都多謝雙方辯園的精彩演出 一場激烈精彩的辯論比賽 我們都可以邀請一位評判 為我們提供同樣精彩的評語 有請賀家琪博士 首先再一次多謝大會邀請我來做評判 今年很平衡 做了三次評判 不過每一次都見到 其實同學表現相當好 我記得第一次去做評判 當時說如果我在台上 去做這個辯論比賽的辯論 我相信一定沒有各位表現得那麼好 因為我上課時 經常跟同學都睡覺 你們看 我是聚精會神去聽 好 有幾樣東西我想跟大家分享 亦都因為 我們討論期間 希望可以包裹了 其餘兩位教授的一些意見 因為時間關係 希望可以縮短 如果有遺漏的 一會兒可以補充的 兩位教授 我第一次收到這個題目 我覺得 咦 為什麼這個題目 會在其中 教育學院有參與的辯題裡面 日日比賽裡面出現 會不會有些 不公平的情況 雖然我覺得評判 不應該這樣想 但是 因為教育學院的理論上 全部都是準老師來的 他們也可能是進入班房 做過那些練習 所以可能他們有一些 親身的體會 更加可能是咬牙切齒 知道好還是不好 可能有些甚至 甚至入了直育學校 或者官校去看班房 相反我看完整個比賽之後 看見數人大學 其實也不是真的那麼不利 因為他們說了一些理由 其實都是很令人信服的 但是我覺得 似乎 如果有一些親身的體驗 可能對反方可能會有利的 雖然我覺得 這個跟你們表現無關 但我覺得都要分享一下 另外 看完這個辯題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都很重要去理解 第一是 直接資助計劃 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們是在討論市場化好不好 我想兩邊都捉到的 但是市場化好不好 其實不只是等於 你那個user自己 得不得到benefit 我很印象 是正方最後的主編同學 說了幾個不同的stackholders 不同的所謂持份者 其實如果 早一點再說這件事 你們很有說服力 相反反方 我記得 我也進了班房去看過一些上課 也跟一些老師 在直指學校的 去做了一些分享 他們有些體驗 他們說過一些東西 是證明到直指學校 可能不是想像中那麼好的 因為可能是很邪惡的 我記得正方提了一件事 就是說 非牟利的人 不是等於差 但是我知道 非牟利的人 可以做的事情 是比牟利的人更差 這個真的要小心 因為說自己很道德的人 可能做些事情 是更加不道德的 因為他覺得 我是很道德的 你做的事情 一定是要聽我說 因為我很道德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一點 另外 直指計劃 剛才提到的 其實在其他的 你會見到 也會有一些所謂很好的好處 甚至有些更差的地方 我也做過一些教育機構的工作 我知道有一間教育機構 有一個辦公團體 直指學校 曾經被社會廣泛批評為他 獨立王國 挪用公款 做了很多很多壞事 其實如果你可以拉闊一點 去看直指學校 利多還是弊多 可以甚至辯論究竟 會不會引起其他問題 rather than 只是學生的問題 就是剛才說的 stakeholders 這方面 我覺得要注意一下 因為太多人去討論 在一些所謂 直指制度裏面 不只是指學生得益 或者失效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多想想這方面 另外 補充分 剛才兩位教士都提醒了一點 就是 大家表現很好 但是有一點 我覺得應該要知道 就是 如果你們隊員之間 可以更加充分合作 可能 評判之間 會覺得你們呢 可能的準備 或者團隊的精神會更加好 因為我們看到 譬如反方 很多時候 都是兩位 一至兩位同學出來 去答辯 但其實正方 可能分配 是比較均勻一點點的 這個我們是很欣賞的 因為 面論始終是一個團隊的運動 我覺得 如果做到這一點 可能會更加好 OK 不講太多 因為免得阻礙大家太多時間 如果一會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多謝各位 謝謝何嘉琪博士 也請何嘉琪博士留步 接下來 將會是自送紀念品的時候 我們首先有請 大專辯論賽2011的 籌委會主席 楊潔軒同學 自送紀念品給何嘉琪博士 接下來有請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 蘇耀昌教授 最後有請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師 李慶瑜老師 麻煩你老師 也請李老師留步 因為接下來 我們將會頒發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最佳辯論員為 反方第二副辯 難見論同學 恭喜顏同學 也請李慶瑜老師 接下來將會是最緊張的時刻 相信不僅是台上兩間大學 其他大學都很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入 大專杯2011第九場初賽 變題本港中學直接資助計劃 尼多於弊 正方香港樹人大學 反方香港教育學院 結果 恭喜香港教育學院得票是0比3 也就是意味著 今年大專杯的四強隊伍 將會包括香港教育學院 恭喜香港教育學院的同學 也都麻煩了對賽雙方的同學 今天的比賽到這裡就完結了 多謝各位一直以來支持大專杯初賽的各位朋友 接下來四強賽將會在4月3號港台進行 到時見 有請雙方的辯員來到台前和評判一起合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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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如何復習 你們是 我們有 我們有